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方祝神以及人间万灵的最高神 代表至高无上的天 这一天的汉族民俗 妇女多被清香花烛摘碗 摆在天井 巷口 露天地方摩拜苍天 求天公赐福 寄托了汉族劳动人民的一种去邪 避灾 祈福的美好愿望 拜天公是我国闽台地区 在正月里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 而除了在闽台民间姓神之外 拜天公在东南亚一带的华侨之中 是过年时重要的祭祀祈福活动 民间习俗上非常强调拜天公的诚意 所以地理中有些禁忌必须遵守 首先 所献的拳击必须是燕过的攻击 白毛鸡和母鸡则不可 当天不可以曝晒女性的内衣裤 不可以随意对外倾倒变筒 不可以口出慧言 以免试读尊贵的天公 一 为父母 祖父母代孝者 三年内两周年不可庆祝一切喜庆节日 包括天公代 故此 代孝期间不可拜天公 二 为伯父母 叔父母 兄及嫂 弟及弟媳 弟及媳虽然属于小辈 不需代孝 不庆喜 但也得一年不喜庆来哀悼之 代孝者 孝期一年内不可庆祝一切喜庆节日 悟一周年内不可拜天公 不过 古代的大家庭 伯叔兄弟都住在一起 如今 盛行个人小家庭事 兄弟感情生疏 今年发现很多都不再为叔伯兄弟代孝 因此也就没守一年孝期 照常过喜庆节日击拜天公了 三 为旧父母 姑父母 姨父母代孝者 期短 姑父母一年 姨父母五个月 旧父母三个月 我国早期是一律四十九或一百天 如今 多数在出病后不为之代孝 故照过喜庆节日击拜天公 四 外祖父母呢 古代的孝期长 但我国的外祖父母孝期多为七天 故可以过喜庆节日击拜天公 尤其本身的内祖父母 胜健在的更是一定要拜天公 五 岳父母呢 古代是三个月的孝期 我国习俗认为女婿属于半子 出病后就无需代孝 故可以过喜庆节日击拜天公 尤其本身父母健在的更是一定要拜天公 我女婿一家 在岳父母逝世后也不拜天公 这是不了解女婿没孝的因素 也有认为肮脏不敢拜 代孝不是肮脏的事 那是因为代孝不可进行喜庆活动 而不可以祭拜天公之故 这些观念都很错误 六 出嫁女儿代本身父母的孝可以拜天公吗 出嫁女儿有三年两周年的孝期 她可以为夫家准备祭品的工作 但本身不可以拜天公 其公婆 夫婿 儿子们都可以祭拜 七 做院内的产妇可以拜天公吗 产妇身体虚弱也应该多修养 不宜处理一切事物 其外出抛头露面 故不可以拜天公 但其夫家的所有人都可以祭拜 这时担心进入院内房身体不洁 那就以七色花以及幼兹叶或十六叶的 避邪物来沐浴除惠就行了 八 倘若天公诞期间 正好遇到亲戚如外祖父母 姑父母 旧父母 姨父母逝世 可以拜天公吗 这个问题可不容易处理 如果本身家中尚有长辈 如自己的祖父母或父母健在 那可以照常拜天公 假如长辈已故 那就依照情况真主而行 或庆祝天公诞后才负赃 或负赃而不拜天公也可以 九 儿女伤亡可以庆祝天公诞吗 不满八岁的不办葬礼 八岁至十九岁妖亡者固成伤 二十岁以上才是成年人 我国有未婚者均归类为非成年人之俗 古代八岁以上的子女伤亡 有五个月至九个月的葬季 中俗未婉辈代孝 甚至被罪尊 儿女或媳妇早逝依旧依然照过写情节日 但也有一些人遵循一年不过写情节日之俗 个人认为一年不过写情节日叫合情合理 毕竟至亲事事就不宜写情活动了 女儿及女婿早逝则无需遵守此俗 过节拜天公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